今天是2021年11月19日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9点50分 现在我们继续看一下西马拉雅山重要的事情 第一眼看到高架桥就像我们原来看到的 这个时候我看到军队就趴在那边 军队就拿着福袋那边 准备抢地盘的 军队抢那个就是西马拉雅山 那个班族山以后地形地贸改变了 现在开始抢夺那片土地 抢夺那片土地 原来还有屏障 屏障基本上知道是哪里是哪里 一下子那个屏障不见于 人家开始抢了 人家开始抢地盘了 几方混转 几方混转 这个你说战争 战争有没有赢家 知道没有赢家 知道没有赢家的时候 但是谁也不会送手 又在打 按照这个 按照原来的话 按照这个这样打下去的话 可能打了八年也打不完 所以这个时刻 所以我们原来写的这篇文章 宜山这个事情 写得更重要 写得更重要 要抢情的话 这个真正呢 要真正好 要停下来的话 只有抢情 抢情是有权位 联合国有吗 一点屁股都没有 这一次 一点屁股都没有 但是你别看 那个地方 在打仗 那个地方都说说说 人还是很信佛的 也知道信上天的 如果谁也能代表上天的名义 去告诉他们 去调情 去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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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处理的话 他们还是很信的 所以这样的 越来越 体现出那篇文章 关于喜马拉雅山 那篇文章 和阻止核战争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 人们从这篇文章当中 知道了 有人在策划了这个遗憾 所以一下的东西 一下的东西 就不是你这么的了 应该来说 怎么划分呢 基本规则 基本规则就是按照原来的 原来的那个垂直线方向 原来这个鞋铺的 现在移掉了以后 平地了嘛 那么你基本上 按照那个原来的界线 开始协商 开始协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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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谁能调情呢 只有请半山的人 请半山的人说的调情 这个是最有权威的 最有权威的 所以这个看情况 老实在记得 还有这回事 真是没想到的事 真是没想到的事情 原来想到的是 是最怕那个 移山移道的目的地 人家去抢 没想到那个移山 剩下的那块 开始抢了 因为原来是善文 大家都没有用 一消存平地一个 大家感觉用了一个 就抢那块地了 所以啊 所以还是这篇文章 早就让人家看到 知道的越多 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 这种冲突会更少 我们冲文章 其中一个地面 就是要让人家 那个岛啊 建岛是外星人干的 有必要去抢 这个是在计划之内的 就是我们计划之外 既然还遇到了 半山一下那个平地啊 那边还有战争在抢 所以呢 要让他们知道 知道是来东西买怎么回事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会想到 基本上按照原来的界限 原来只不过是这个邪的 现在平的 那基本上也可以 拆两个处在哪里 那个就冲突少了嘛 那么 在这样冲突的情况之下 那你知道是 有来东西买这样的情况 互相牵然一点 你比如说 有的感觉那个地方 地原来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现在移了一个 好像要度占点 那度占点就路占点嘛 有的人 原来一大片都没有什么批用的 那你就 你就稍微给一个人家嘛 这样一和解就好了嘛 自己已经白占那么多了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办法 好 我们先说到这里 好 再见了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